好 從現在開始 每一個都是重點 每一個都是重點 以前是電碼年代 要送電碼傳資料 為了節省那個打電碼的時間跟益氣 所以呢 大家都是一大吸壓 1013附近 10就不打了 打兩碼就好了 所以這裡的18代表什麼意思 1018 1018 所以10就是多少 但注意啊 93是多少 因為1013附近 所以不會到1098 所以998的意思 目前為止 學測的考試 沒有人考過 沒有考過兩碼過 學校都說都寫四碼 學測的考試到目前為止 題目上都是寫四碼 沒有寫兩碼過 可是你偶爾在考試上看到有人寫兩碼 這個東西 因為以前電碼年代 節省的時候我們就只拿兩碼 OK 那麼重點 994 1002 1010 越往中心氣壓越大 我們就稱之為所謂的高氣壓 又叫做反氣旋 後面告訴你為什麼叫做反氣旋 我們用一個代號叫做H H H表示 大家都是1013附近 所以高氣壓的氣壓絕對不會低 但是理論上 高氣壓的氣壓不用高 你只要比四周高 你就叫做高氣壓 你們班上最負高的同學 到幼稚園小班都是高客 他們都很滿 特別高 你這樣叫做高氣壓 你多高不重要 你比旁邊高就叫做高氣壓 大家就講過了 大家都1013附近 所以你不可能 高價不可能低了 但是理論上是可以低沒有關係 你只要比四周高 就叫做高氣壓 中間越來越高叫高氣壓 那中間越來越低呢 就叫做低氣壓 又稱為氣血 也一樣 後面告訴你為什麼叫做氣血 那麼代號叫做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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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大家都1013附近 所以如果你低氣壓 你的氣壓直接不會 但是理論上是你高不高不重要 你比旁邊高 你比旁邊高 你比旁邊低 你比叫做低氣壓 你比旁邊高 你們當最高的高科 跑到美國 NBA還是癌 第一個 那就是低氣壓 然後最癌 在這下面 OK 所以 低氣壓就是我比四轉來的第一句叫做低氣壓 重點 高氣壓的崩潰順時鐘懸出 低氣壓的崩潰逆時鐘懸入 等會再抄 先看圖 我有一個氣壓 裡面氣壓高 外面氣壓低碎 風要吹出去 風要吹出去 好 然後呢 北半球 高氣壓 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北半球向右邊偏 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北半球向右邊偏 應該要垂直等壓線 北半球向右邊偏 風就這樣子吹出去了 這什麼時鐘 順時鐘 所以高氣壓的風叫做順時鐘懸出 高氣壓的風叫順時鐘懸出 那反之低下風叫做 逆時鐘懸入 因為我應該垂直等壓線 因為我應該垂直等壓線 北半球向右邊偏 應該要垂直 北半球向右邊偏 風就這樣子吹進來 什麼時鐘 逆時鐘 所以 北半球 低氣壓 逆時鐘懸入 所以 北半球高氣壓 順時鐘懸出 北半球低氣壓 逆時鐘懸入 這要記 讓我當會再跟你說一次 你要記住 後面這兩個動畫 這兩個動畫是跟你解釋為什麼 為什麼 聽得懂 很好 聽不懂 就十倍 聽得懂很好 聽不懂就十倍 北半球高气压40钟旋出 北半球低气压力40钟旋入 我们前面交过了 风一定从气压高吹到气压低 所以如果我是高气压 不管我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 风一定会怎么样 旋出 如果我是低气压 不管我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 风一定会如何旋入 所以旋出旋入是没有差别的 都一样 但是转的方向会怎么样 不一样 因为科斯立北半球向右南半球向左 所以底下有四张 同学 我把H跟L除掉 我把H跟L除掉 底下这个本式 看到图 就知道他是高气压还是低气压 北半球还是南半球 听得懂吗 我把H跟L除掉 你要给我看到底就会认 高气压还是低气压 出去的是高气压 进来的是低气压 谁认出来他是北半球还是南半球 北半球高气压40钟 北半球低气压40钟 我不管你又怎么办 背 如果有机会认 有学生有一些神奇妙招 我自己是这样子背的 我自己是背的 北高顺 北二高顺利完工 北高顺 正正会得正 正部就会得 北半球高顺利完工 北半球高顺利完工 北半球低气压正部得 富 三十钟 富正得 富 南半球高顺利完工 第四钟 富富得正 南半球低气压是 正中 OK 我是这样记者 随便你 你 反正你不管你用任何神奇妙的時候 你給我背好就對了 你就給我背好 你就要給我背好 要給我知道 OK 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低壓在左 底下這個黃色這邊這個圖是有人考試考過的 高氣壓順時鐘懸殊 低氣壓逆時鐘懸入 看出來嗎 然後那個三角形藍色的尖經表是頭朝前面 風從背後吹到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低壓在左 這個是古人用來裹颱風用的 知道颱風在哪一邊 風在哪邊 他閃遠一點 OK 在考試有人考過 北半球背風而立 高壓在右低壓在左 圖畫給你看過的一樣 搞不通你就給我死類 我背下來 這是重點 高氣壓來 看看這邊 右手邊是高氣壓 右手邊是高氣壓 高氣壓的風吹出去 中間空掉了 所以風就從空氣沖上面補下來 所以什麼氣流 下沉氣流 那下沉氣流越往下面溫度越高越低 背流程越上溫度越高越低 背流程越靠近地面溫度越高還越低 越高 那高溫容易容易飽和 容易 容易會有雲 容易 所以會不會下雨 不會 所以下沉的時候溫氣溫會怎麼樣 升高 所以水氣就不易飽和 天氣就會如何 晴朗 結論叫做高氣壓天氣怎樣 晴朗 高氣壓天氣晴朗 高氣壓天氣晴朗 好 高氣壓天氣晴朗 那低氣壓呢 低氣壓 就看這裡就空氣就吹進來 這邊擠一坨就怎麼樣 往上冒 是什麼氣流 上升氣流 那前面交過了一團空氣上升池氣壓會 下降 體積會 膨脹 溫度會 降低 然後就容易飽和凝結成雲 所以氣壓會如何 下降 體積會 膨脹 然後溫度會 降低 然後飽和成雲 有雲就會 下雨 所以天氣就會 最後的結論要記得很清楚 高氣壓天氣晴朗 低氣壓天氣 英語 我在前面交的已經給你寫過了 高氣壓晴朗 低氣壓英語 記得嗎 這要記住 這個結論要記住 高氣壓天氣 原因在這邊寫給你看 結論要記住 高氣壓天氣晴朗 低氣壓天氣 英語 低氣壓天氣英語 OK 有人問得嗎 沒有 沒有 來 這裡是氣血 低氣壓 低氣壓呢 中心往上 然後上升 來 1 北半球人多 南半球人少 2 右撇子多 左撇子少 所以伸右手 好 大拇指伸出來 來 第一個 大拇指朝上 上升氣流 氣旋 大拇指 然後往下看 什麼時鐘 逆時鐘 所以氣旋 逆時鐘 旋入 中心是上升氣流 OK 可以嗎 好 大拇指朝下 接著 正的叫做氣旋 反氣旋 反氣旋 上升氣流 就容易凝結成魚 有魚就會 下 大拇指朝下 叫什麼氣旋 反氣旋 他朝下 什麼氣流 下 下降氣流 由上往下看 什麼時鐘 順時鐘 所以高氣壓順時鐘 旋出 旋出 下降氣流 天氣 晴朗 所以右手 北半球 氣旋 反氣旋 朝上朝下 氣旋 反氣旋 那 右手是北半球 左手 南半球 氣旋 因為右手 左手拿出來握手 誒 什麼時鐘 順時鐘 好 南半球 OK 氣旋 反氣旋 你們在這邊 大拇指朝上 大拇指朝下 這叫氣旋跟反氣旋 好 這是 氣旋 低氣壓 旋進來 然後往上冒 冒出去 現在考這個人少了 以前有人考 考什麼呢 考那個低空浮河高空浮散高空浮河低空浮散 這個低氣壓在地面上是裡面往外面往裡面去對不對 叫做低空浮河 然後往去以後往上升上升氣流到天上怎麼樣 分開 再做高空浮散 OK 這叫低空浮河高空浮散 這是低氣壓 那倒過來反氣旋 高氣壓是怎麼樣 上面是聚齊起來的 看到聚齊起來 然後往下沉 到地面上怎麼樣 散開 低空浮散 低空浮散 OK 可以嗎 可以 好 還有一件事跟他有關 這邊呢 這邊呢 這裡有一個A 這裡有一個B 這裡有一個C 這裡有一個豬 問題一 B跟C 誰在欺壓大 水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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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氣由氣壓高流到 CRG B流到C 所以誰氣壓高 B氣壓高 B氣壓高 豬流到A 所以誰氣壓高 豬 豬 豬 蛛 豬 豬 豬嗎 爙 豬 豬 天上的氣壓小 有的嗎 垂直比 A跟B誰的氣壓大 A 出跟誰的氣壓大 出 你懂嗎 垂直比一定是地面的 地面的氣壓大 天上的氣壓小 那水平比咧 風從氣壓高吹到 氣壓低 風從氣壓高吹到氣壓低 這樣有問題嗎 好 這個李花老師教過了 白天吹海風晚上吹 陸風 為什麼 比熱 陸地比熱小 白天呢 溫度上升快 熱空氣上升 空氣從海上補過來 風從海上來叫做什麼風 海風 這裡為什麼會有雲 因為它從海上吹過來的空氣比較潮濕 水氣比較多 所以往上過來一直再往上茂 這有旺盛的對流會容易形成激狀雨 然後下雷震雨 所以夏天海邊 午後常會下雷震雨 因為海上會比較潮濕 因為會有雲 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什麼 陸風 李花老師教 比熱大的溫度不容易上升也不容易下降 所以晚上海上溫度高 紅色的鍵頭往上泡 空氣從海陸地補過去 風從陸地來叫做陸風 為什麼沒有雲 晚上太黑 感覺 比較乾燥 對 因為陸地補來的風比較乾燥 如果你本來就更不會有雲 水氣就更少 所以沒有雲 OK 原則上 地科考試 不管原因 地科考試只管我 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 陸風只管結論 不管原因 但是李化老師有教 所以你還是要會 李化老師有教你還是要會 OK 因為比熱不同的關係 但是DK你要記 要記結論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請寫課堂練習